你如果直接輸入1的話 那裡面不就以後都是1了嗎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另外你可以用那個row row 括弧 row就是列 那因為我現在參考的位置是在a2 所以現在 row他回來 反還return回來給我是2 也就是說他告訴我說你現在在第2列 那如果我今天要是1的話我就-1就可以了 row-1 那formates的部分的話記得先給雙引號 後面給他零零零 給他4個零如果說我的編號要是 4碼的話那我就給他4個零按個確定 ok 然後呢這個時候的話請你再把它打勾 不過你會發現這地方為什麼是公式呢 因為我剛剛怎麼樣 除了格式裡面的文字 所以如果以後你要顯示的是公式的話 那你就把它改成文字如果你你希望顯示出來是裡面的值的話 就直接怎麼樣呢 再點一下打勾一下就可以了 就輸入了ok 輸入之後的話呢 就直接怎麼樣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剛剛用那個格式的方式會有產生一個好像驚嘆號的警告 那用那個test就沒有這個警告訊息出來了 那點兩下之後的話就自動套用 可是問題來了 假設我今天第二個問題 這個編號他已經編好了 不過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我希望將來 輸入一筆資料之後 假設我這邊輸入一筆資料之後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幫我增加一個編號 因為自動編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希望他自動編號的話 我就可以判斷什麼呢 如果旁邊裡面有資料的話 那就幫我顯示編號 如果沒有資料的話就是B欄旁邊這一欄資料沒有的話 那就不顯示裡面的資料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當然我們如果說要 判斷他裡面有或沒有的話 其實可以用 一幅判斷就是說旁邊的儲存格裡面 如果有資料那就顯示沒資料的話就不顯示 那我們可以先把這個test 剪下來 那我的習慣是 如果你很冗長的那種 函數裡面的公式的話 我的習慣是 比如說你巢狀 你就先巢狀的 那個一幅 你可以先剪下來 再把它貼回去 剪下來再貼 你可以判斷的很長 而且不會錯 你可以把公式剪下來貼過去 那怎麼錯 基本上就把它剪下來 那等於等號的地方不要 不要剪下 然後就是在這邊最近使用過 一幅的函數 那判斷如果呢這個邏輯是 那特別注意 在第二次使用函數的時候是在前面的三角形點一下 然後其他函數 裡面找到那個 isblank 如果我要判斷 是不是 空白的話 那就在全部函數裡面找到那個 或者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這個isblank 就是 在b欄的資料是不是空白的 按確定 然後value就是b1 b2 因為他旁邊這個 現在是第二列